好 再來看到人物呢 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在昨天挑戰一日北高 跟市府團隊共其展現個人體力 在接近晚上十點左右 終於抵達了高雄左營 不少柯粉呢 早就在現場守候現花打氣 不過呢受訪的時候 他被問到感想 他則簡單回應說 晚上想好好睡一覺 露出笑容 台北市長柯文哲 腳步加快奮力邁向終點 挑戰一日北高 任務終於完成 熱情歡呼不少支持者 早就在場等待柯市長 而結束鐵馬行程的第一句話 竟然是 先休息啊 今天晚上好好睡覺 可能是騎車騎到踢退啦 第三度挑戰自行車行程 柯文哲從去年12月就開始訓練 這回凌晨從台北關渡工出發 不過一夜沒睡覺 已經62歲的他 似乎有點吃不消 晚上1點鐘出發 整個晚上沒睡覺 現在騎160公里 再回台北 再回來再騎56公里 加起來實在太累了 防熱情柯粉簽名 柯文哲笑開懷 儘管時間有點Delay 但完賽依舊相當開心 不過現場倒是出現了小插曲 拒絕消費228 拒絕消費228 舉著抗議標語 基金黨人士站在場外 高喊拒絕消費228 要柯文哲道歉 場內場外呈現兩樣情 台灣是個民主多元的社會 本來就會有各種聲音 我到底覺得沒什麼奇怪的 抗議聲浪沒影響心情 而柯文哲的一日被高 市府團隊是全程直播跟拍 一整天沒閒著 桃園的蘆竹區西濱公路 四位政府發言人輪番上陣 搭配兩位體育主播在攝影棚 馬拉松市網路直播 卻遭議員批評砸大錢宣傳 回國2017年由體育局舉辦時 市府完全沒有編列宣傳費 2019年時一日被高 也只有不到3萬塊宣傳預算 怎麼今年由民間主辦 卻花了20萬直播 還加上20萬元的公關操作 對比往年暴增13倍之多 為了自己未來的政治聲量 為了民眾黨的政治聲量 那不是就是寄生台北市嗎 不用啦 不用這個沖聲量 這個太危險了 這萬一七沒到 回籍議員質疑 困者否認是為了個人聲量 但如此大動作記錄 恐怕很難不被拿來做文章 這台北高雄綜合報導